隧道和美术馆,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除了这里,Mahome Museum美秀美术馆,是位于日本资赫县贾赫市的私立美术馆,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设计师就是普利兹克奖得主,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大师的被誉名。 美术馆在距京都一小时车程的深山里,由于地上是自然山林保护区,根据当地的规定,总面积为17000平方米的部分,大约只允许2000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部分露出地面,其他的80%都在地下,建筑团队只能采取开发山体后盖房子,然后再回田土,一草一木一土的复原,十分不易。 当时的被大师不顾八十高龄,数次亲临现场指导。 美秀1997年11月竣工,虽说构造的形态当然被地形所左右,但被大师依然挥洒自如,在美术馆的每一部分,均体现了打破传统的创新风格,看这个入口就是非常新颖,要过一座山,穿过这条时间和空间的隧道,还记得陶渊明写的文章吗?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几霞,才通人。复兴术士部,忽然开朗。 桃花园记,虽然被大师在日本亲自参与设计了三个作品,但只有这个现代桃花园,才是他的最爱。 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过,虽然大众关注度最高的是巴黎卢浮宫的改建项目,但美秀美术馆,才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五年后,他又设计了中而新,苏而新的苏州博物馆新馆,那也是他倾注了对东方过土无限情感的剧作,不知他的评判有无改变。 可惜被老一架贺西去,留下无数经典作品在人间。穿过这个专门建造的隧道,迎面而来就是44根钢锁的120米吊桥,链接两个山脊,桥的另一端便是美术馆的正门了。 这里连法国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也来过,去年举行了Lewis Luton Cross 2018的度假系列走秀,隧道与吊桥成为活动的天然替台,现代桃花园则成为摩特走秀的天然背板。 美秀美术馆的正门外观,为中国古建筑的入木屋造,据设计者贝玉明先生介绍,是为了建筑与环境的和谐,营造出深山藏古寺般的效果。 所以,美秀在业界中被誉为地上的天堂,进了原形正门,前后都是井,后面是进来时路过的隧道和吊桥,在群山演影之下,是那么的不起眼,犹如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一径一般,若已若现。 四有四无,这个也是被大师所要求的效果吧。 迎面就是对面的连年青山和近前的迎客松,给人很强烈的是绝冲激励,这棵树松是从祈玉县移植到美秀的,树林已达150多年。 宽敞的前厅不定期举办各种小型音乐会,这次是附近中学的女子合唱团,带来优美的歌曲演唱,少女的天籁之音在这个明亮,多面多角度的履制框架及玻璃天幕下回荡,给人也难以忘怀的回忆。 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被试的名言。 在他的作品中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化万端,这里的建筑由地上一层和地下两层构成,入口在一层,室内天窗主要有转折交错器和三角形构成,通过金属百叶过滤阳光,这种独特的百叶窗设计,使得美术馆的光线随着时间会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投射在空间与墙体,地面上,形成光的庭院。 室内的壁面与地面的材料,特别采用了发国产的带黄色的石灰盐,这与卢浮宫美术馆潜艇使用的材料一样,高贵典雅。 就连大厅中工游客休息的座椅也是非同寻常,为北玉宁先生与日本将人所共同设计,350年的举目作品,又一次完美地融合了自然与人工。 达摩在日本是一种吉祥物,用于祈福、许愿,馆内也有各种互动,这个是给你喜欢颜色的达摩投票。 在北馆还有一个中亭,亭中有院,这是委托日本造原石设计的。 越过庭院周围的建筑,可见眼外的青山绿树和蓝天白云,南馆专门展示世界古代美术品,例如埃及、西亚、希腊、罗马、南亚和中国。 全馆共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千多件艺术品,创建者小山秀美子认为,天地间的美具有使人心免于邪恶的作用,所以搜集了大量美丽文物来讨也是人的情操。 当然他也看走过眼,在英国古董商手中,花了一百万美金买下的北魏的石刻菩萨立香结果是我国被盗的珍贵文物。 在国家文物局出面交涉后,他把这尊佛像无常规还给中国,唯一条件是暂戒十年。 当2008年到期后,故宫博物院院长善继祥,专门去日本把这尊菩萨迎了回来,入藏山东博物馆。 现在这件国宝每隔五年,还会到日本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成为中日两国友谊的象征和文化交流的使者。 美秀馆内还有一些专门的空间,来放一些特别的文物,这是公元二世纪后半叶的前陀罗利佛,高2.5米,是MIHO收藏的第一件艺术品,佛像来自巴基斯坦,据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两个前陀罗佛像之一。 被大师借用佛像顶部的七个玻璃天窗,巧妙将各个时段大自然的光线,引入宝箱庄严的馆内,反倒更有梦幻且神圣的意欲,观者亦如勇于佛光,清静自在。 种法也非常独特,叫秀明自然农法,又称无肥料栽培,即不加入任何肥料,包括一般称为有机肥的所有肥料,甚至就连豆粕和人畜粕便也不能使用, 只能使用落叶和枯草的天然堆肥,没有任何不纯物质,发挥土壤原有力量的农法。 因此在整座山林中,有着专门的田园,用自然的方式栽种稻米无穀杂粮,收割后的食材,做成了如此精美可口的食物,绝对推荐品尝一下。 最后有一点要注意,去缅怀大师作品前要看一下美秀官网,因为冬季的大雪崩路,交通不便,还有很多平时的闭馆日子,所以美秀有很多时候不开放的,拿今年来说,它只开放198天,所以查好再去,不要白跑了。 入口前的200米隧道,和120米的吊桥,可以搭载电停车,也可以不行,美秀邦还是有点强迫症的,要求视觉上的统一美感,所以,遮与遮阳的伞,也是必须要用它们的,按季节分为绿红二色。 销售